虽然新冠疫情肆虐 不过美国总统竞选热潮依然不减 一批特朗普支持者 星期六聚集在佛罗里达州清水市海滩 以游艇游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 并试图打破最多游艇游行的世界纪录 特朗普狂热支持者将一缩缩的游艇装饰成竞选花车 美搜游艇上都插着美国国旗 以及写着特朗普2020字眼的旗帜 伴随着鸣笛声 支持者在船上挥舞旗帜 鼓掌欢呼声势十分浩大 这群支持者是在上午10点从60号码头出发开始游行 不过主办方没有宣布 一共有多少艘游艇参与这次活动 根据建立市世界纪录 最多游艇游行的纪录是1180艘